哼! 箱口沒有那麼多啦 我看一下 這次我直接把那個門給弄好 因為不會有人隨便弄 因為不會有隨便有怪跑進來 隨便弄隨便有怪 欸? 所以決定了嗎? 還是先做一副福克牌出來再說囉 我想玩什麼之後再討論 福克牌 有誰可以告訴我為什麼那個線要放在地板上嗎? 隨機的線 不知道欸什麼線放地板上 不知道欸聽不懂欸 真的聽不懂 那個不是掛鉤跟那個線嗎? 可是那個地方只有線沒有掛鉤 喔沒有啦那是隨機的線啊對不對 蛤? 它噴在地板上是不是 而且我剛剛弄發射台那個箭射到我會受傷 對啊 很好玩喔 就是要過年的時候玩這個遊戲嘛 欸那個我要 有沒有人可以幫我拿那個花崗岩 花崗岩 沒有了喔 對要收屋頂了 我覺得應該不夠欸 需要大量的花崗岩 香檢好像沒了 香檢有山足多啦 喔太好了 收屋頂了 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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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上面是不是 喔喔在這裡啊 覺得再往內搜一格好了 每個人每一集每個人 不是啊那個 喔現在順爆了 啊等一下突然又爆炸 到底在哪裡啊 沒看到 什麼 花崗岩你沒看到嗎 在家裡熔爐旁邊那個箱子 熔爐旁邊 就這個啊 我已經應該全拿走才對喔 喔 我先拿過去喔 等一下 我要玩這個瑟瑟的遊戲 我有去雪球 瑟瑟的遊戲 所以你們最後決定還是先 有做福克牌囉 我已經把那個甘蔗先收回來一些了 我是覺得 我是覺得發射器就很好玩囉 發射器就很好玩囉 喔痛痛痛痛 所以就你們要先做什麼東西 不知道被你這樣搞混我已經不知道要做什麼 已經不知道要做什麼了 阿 吳子綺啦 吳子綺到時候到時候 不然不然這樣子 骰鐘好不好 骰鐘 骰鐘 這邊要怎麼用出骰鐘 要怎麼用骰鐘出來 先準備六個還是五個 五個那個發射器 然後裡面就這樣一到六 有沒有 然後比大小嗎 然後你就要比那個驚爆骰子了 不錯一人五個 五個嗎不是六個嗎 喔六個是不是一人六個 所以就是要準備十二個發射器 對 然後裡面各放一到六 有沒有解決 有沒有落地上車的通後 好啊好啊好啊就這麼辦啦 就這麼辦啦 比做福克牌快多了嘛對不對 他用骰子就要用羊毛來命名啦 而且好玩啊 骰子要用羊毛命名是不是 羊毛下面就有了 就還好 下面有羊 那個旗子不是可以 弄得更像數字嗎 旗子喔 可是不知道怎麼用欸 旗子可以命名成數字嗎 命名成數字 你是說可以被染成數字嗎 就是染成一二三四啊 我不知道欸 不知道怎麼弄 我記得好像不是旗子可以用成ABCD嗎 就Building Game那個有啊 可是不曉得他怎麼弄的 可是那個應該是指令之類的吧 還是有 我記得旗子染色不是已經很神奇了嗎 有神奇 可是應該沒有神奇到說 你隨便可以用數字吧 那個我應該 還蠻難的吧那個 有嗎 數定 還是要從那個創造模式拿才有 可是創造模式也沒有吧 要打指令啊 那個要指令才有 過來 哇靠還有指令喔 對啊連數字都有 還有創造模式打不到的事情嗎 因為創造模式就直接從個清單拿嘛 他不可能把所有的旗子都列出來給你看啊 就像那個那個什麼欸 那個 支架不是那個叫什麼 呃什麼衣架 那個叫盔甲架還是叫展示架 喔盔甲架啊 那個不是有其他額外的動作 有嗎 那個也要指令打啊 那如果從NEI哪拿得到嗎 那你說 那應該也 應該不行吧 那應該只有固定的吧 創造模式跟NEI只能拿出固定的東西而已啊 創造模式跟NEI只能拿出固定的東西而已啊 有 他沒有辦法拿出一些 超特殊的 那個就只有一些是指令弄到 就靠指令啦 就靠指令啦 就是不會按 嗯 嗯 要去查一下那個 1 2 3 4是怎麼弄的 路面再蓋下去 我感覺有點像艾斯基姆那 那個那個 陰友特人在住的那個房子 這牆壁的內裡可以做跑酷欸 欸 可以欸 你們不要看到牆壁就很興奮 就要跑來跑去好不好 可以欸 我剛剛跳下去 欸可以欸 看到牆壁就很興奮 我看一下這裡 然後就把你 喔唷喔唷等一下 直接把你推到中間 這個地方讓你摔下去 這個可以拆掉了 讓你們更好跳好不好 滿足你們跳上跳下的慾望 呜喔唷喔唷 呜喔唷喔唷 呜喔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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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滿足你們跳上跳下的慾望 把這個打下去 打掉的話 我這樣走路會卡到 之後我再去外面挖掉好了 挖掉一些 呜喔唷 好啦差不多啦 我們討論完 所以要做骰鐘是不是 還是你要先做出來 我們先玩一把 好啊 好啊 這樣到底要怎麼做 羊毛命名是不是 你們要用羊毛 還是要用其他的 要用紙 一定要羊毛嗎 都 說的東西就可以命名嗎 所以我們不要 不要用那個 不要用骰子 不要用數字了 我們直接用幾個羊毛好不好 欸 不是啊 那要怎麼噴出來 啊你就放一些其他的東西 欸這樣子 一跳出來就會被人家看見啊 對啊還是數字啊 一定要用紙 然後上面命名就好了 欸 多方便啊 命名的東西跳出來應該看不到吧 剛突破了很多紙了嘛 在箱子裡啊 箱子裡沒有啊 有啦 哪哪一個箱子啊 悟訓跟我同時打開箱子 結果什麼都沒發現 一樓的箱子啊 一樓玄關那邊的箱子啊 好啦好啦我們都來好不好 是新一樓還是舊一樓 你確定要做完才 才要開始嗎 還是下一次就再來做 不然下一次好了 今天時間有點晚了 對啊 下次一開場就直接玩遊戲 因為這個箱子啊 這樓梯下面那個箱子啊 樓梯下面你就是 都不講 講清楚一點 玄關樓梯 這裡啦 你說幹這喔 對啊 喔喔這個喔 好複雜欸 天啊 天啊 複雜欸 我要有個病 一號箱二號箱 複雜成這樣子啊 而且發射菜你還要弓箭啊 哇這裡也有欸 很多欸其實幹這很多欸 誰住都有啊 我已經有63張紙了欸 奇怪紙片這個地方 我以為這個地方是那個欄欄 欄欄 我來試著命名一下 所以要命名12張紙是不是 欸我覺得這邊鐵真的會爆掉 鐵..鐵還很多啦 12張紙 命名叫1喔 123456嗎 欸等級才需要1點欸 他只有6套喔 我1..1234567 不是啊你6張紙放在一塊然後直接 直接一次負名1點就可以了啊 你這樣就只要花一等啊 我知道啊 1.. 欸看一下看一下看一下 我1我已經命名了 看一下這兩張紙你們分得出有什麼差別嗎 你幹嘛跟我鏟子 我沒有給你鏟子 我看到就是鏟子啊 你自己要剪的我丟出來有叫你剪嗎 你先不要剪啦 1啊 這是1..1和2看得出差別嗎 看不出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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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不會顯示啦 好好好那就好 太好了太好了 那就可以比啦 好你有沒有把他做完 1..2.. 我身上沒有這麼多 12個 12個1跟12個2 沒有..沒有紙了喔 我身上.. 我還沒有做啦3 這是3 這是3 我欸吸走 吸走 紙片拿走 看到這個我就收不了啦 3.. 我還差.. 差12張吧 糟糕 那我這邊還有24張紙啊 水水水 所以要4喔 然後上面要放那個嗎 會噴的 會噴的 你是說 會射出來的 射射有得吸 那個.. 那個是不是要弓箭啊 要弓箭啊 本人就是要弓箭啊 好了好了 光箭的話 借我丟一些垃圾在.. 箱子裡 好了做完了 滿足紙片 想要玩骰中的願望 想要做很多發射器啊 這個啦 要做12個發射器啊 快點去打蜘蛛 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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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身上有一把快要壞掉的弓 我這邊還有.. 我這邊有一把那個.. 我這裡有一把弓 一半.. 一半以上那久的弓 有 要完整的吧 完整的才能做嗎 要完整的啊 救命 我.. 我.. 我開始電子音了 啊.. 我天啊 要這麼麻煩喔 一定要完整的弓才能做 要把 你把它.. 你把它合成那個完整的燈光就好了 我們要幾個那個啊 發..那個發射器啊 12個 12個 12個啊 那我們至少要24根.. 不是啊 36根線欸 放下啊 全能出洞啊 我聽到這麼多線我就想放棄了 去..去..去廢礦啊 找..找蜘蛛生怪專 快點出來打.. 打怪啦 打怪打怪啦 下一集再說好不好 我們跑出來了 你跟我講下一集 下一集再說啦 現在已經十點了欸 你們加班 要加班這麼久嗎 下一集啦 下一集再說了 下一集再說了 謝謝大家的收看喔 還是我們要自己.. 自己先亂丟一下喔 亂丟一下 你說.. 一個當那個嗎 保..保全嗎 嗯.. 還是要自己亂丟一下喔 就有四個人 然後一個人發牌 一個人接是不是 你要怎麼樣可以.. 一個發牌一個人接 我們有一個啊 我們有一個發射器在下面嘛 對不對 喔..要這樣子喔 可以啊 好複雜喔 可以啊 那個嘛 其中一個人那個.. 身上.. 身上那個一到十個 然後就放那個.. 放紙啊 放六張紙 你就說你要其中拿幾張啊 嘿嘿 你就..按個六下吧 哇喔 我這裡有一個弓了啦 可以多做一個 弓放中間 然後其他是.. 石頭嗎 還是說.. 發射器發射出來前面接個漏斗 然後他.. 丟進一個箱子 這樣大家就可以方便檢視了 好神秘喔 為什麼要玩得這麼神秘 我們到底要玩什麼東西 就是.. 因為發射器發射出來 如果是人撿到的話 要紅石 這樣要互相檢視很麻煩啊 有什麼僵屍的事情 那就是那個啊 某些暗處生出了僵屍啊 發射器一個 我有一個發射器了 我有一個發射器了 你們要怎麼玩 先放在這 把所有紙都丟進去 好不好 紙片 欸 把所有紙丟進去啊 幹嘛 喔好 Wait a minute Wait a minute 所有齁 所有全部 好了 欸不是啊 放在這裡啊 喔 你為什麼要放在這裡 黃神 對不起 所有紙都在這了喔 喔 有了 好啊那就抽六張啊 喔 來了 我先把我身上清空 都放進去 好 所以你抽六張 那物心抽六張 抽抽抽 然後你們兩個來比 吹牛 好了 六張 吹牛 原來是吹牛嗎 你們來比吹牛 是吹牛啊 吹牛啊 就開始了 喔 好刺激啊 六張喔六張 因為每人有六張嘛 對不對 我整理一下牌啊 所以 所以可能有 有重複的點數對不對 對有 我們現在可以看一下 他們大概拿到什麼啦 好不好 1 2 3 4 這是6 5 6 大概大概知道了 你有鼠標就可以看得到裡面的什麼了 那個 1可以代表所有點數喔 好你們就喊 那你喊過1之後就不行了 我們不要喊1好不好 不喊1 好好可以可以可以 誰先誰先 欸 金爆骰子都要怎麼玩啊 你們猜拳啊 猜拳決定 你們不用猜了啦 不要猜拳 連猜拳都很難有沒有 那個物心先好不好 物心先 要怎麼玩 就是我要喊什麼 喊 喊 喊 所以你不會玩金爆骰子了 我趕快 喊誰會誰會 那個瘋破會嗎 我不會啊 我根本就不知道你們要怎麼 所以只有我會喔 好 物心你把所有紙丟給我 又是 又是我們兩個 哇 真的是PVP欸 天哪 我看一下我有什麼 數字好不好 等一下 讓你整理一下牌啊 整理一下牌 欸 物心你抽得很棒欸 是嗎 唉唷 好牌是不是 可是我剛剛去看過那個啦 去看過 總箱子 我知道你是什麼牌啊 所以不準啊 那怎麼辦 再放回去 重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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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我看過總箱子啊 誰誰在射 放回去了齁 好好好 你先抽 我先來齁 3 9張嗎 6張嗎 6 好了 6張 我也6張 2 3 4 5 6 這個牌真的是 好 不是我在講 真的很爛 爛透了 喔 所以我先喊嗎 好 是這邊的發射台放的地方真的很爛 我喊 好笑 2個2 3個3 3 我們竟然在這邊玩這個 直接往上加有沒有 3個3喔 欸 4個4 4個4啊 怎麼樣 5個4 5個4喔 欸 5個4 欸 5個2 5個2 我抓 你有幾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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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兩個 你有兩個喔 欸 我贏了 1個2個 3個4個 哇 哇 再次再次再次 再次再次 奇怪 可是他們兩個不懂我們在玩什麼 欸 這就是我們兩個在嗨而已欸 這就是我們兩個在嗨而已喔 不是就是我們我們喊假設有4個2好了 嗯 然後 假設我抓 呃 秋風喊4個2然後我抓 這個時候如果我們兩邊的2跟1加起來的數量有超過4個 或是等於4個的話 呃 秋風就贏了 然後我就輸了 為什麼會跟1有關啊 然後 1可以代表任何數字 然後數字要越喊越大 對對對 譬如說我喊2個2 那他就只能喊 他就不 欸不是啊我喊 如果我喊2個6 他就不能喊2個2 或是2個3 2個4 2個5 都不能喊了 你要講3個 對你就一定要喊到3 3個 這樣你會玩了嗎 喔 1可以代表任何數字 喔原來是1是 1根本就鬼牌嘛 對啊對啊就代表任何數字 你們要試玩一次吧 類似類似 但是 試玩一場嗎 好啊 所以我每個人都出 你剛剛就先玩好了 喔 他只有兩個 一個人先抽6張牌啊 就是我們我們玩的模式是只能兩個人玩的 之後可以改成多人玩啊 可以啊 這樣子手上就不需要拿這麼多張了 6張 要6張是不是 對6張 整理牌中 3 4 這次我們應該能看到你們的牌啊 這才刺激 對啊我們根本就不曉得他們有什麼牌 欸欸欸欸欸 我不小心掉下來了 嚇一跳 我們是可以去看總牌數啦 就大概知道他們是什麼牌了 有沒有 總牌數 你就會知道場上有幾個1 幾個2 幾個3 就知道會不會爆啊 喔 喔喔 來來來來來 你們喊啊你們喊 誰先喊 你先喊吧 好吧那 所以從2開始喊嗎 都可以 看你 你要喊1也可以 你要一開始喊到爆也可以 喔是嗎 你一開始也可以喊4個4 5個5之類都可以喊 欸 嚇死人家 那個 2個2 3個2 3個2 4個2 4個2 2了欸 5個2 5個2 6個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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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靠 幹嘛啊你們兩個 第一次玩就這樣子 抓 我這邊有3個2 我這邊只有 2個2 啊抓到了 你們喊幾個 喊到幾個 他剛剛喊6個2 1 1有3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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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有2個啦 對啊只有5個2而已 對啊 哎呀 抓得好險喔 因為我這邊其實是3456欸 大概就是這樣玩啦 這樣大概懂了吧 這好 我這個是2 2 3 4 5 6 天啊 好好笑喔 我牌超難用 好啦先差不多結束了吧 好啦就到這邊了啦 下次再繼續玩啦 下次再繼續玩 下次再繼續玩 我覺得這個應該還是適合網路上 我們現在在這邊抽這個 還是要看得到那個牌是什麼 小型 神經病啊 玩個線上桌子就好啦 哈哈哈哈 Minecraft版 哈哈哈哈 我們下集 下次再說啦 下一次是UHC喔 下禮拜再見 啊我知道啦 那個東西之後就是貼在這個地方嘛 可是我們那個 參賽者要 要被隔著 那你就看不到東西 那其他人可以是 哦可以背對背 對啊 哦這樣蠻好 蠻有趣的 就看得到了 好啊好啊 好啊 那我先掛啦掰 好喔掰掰 掰掰